那我就下个翻译软件 你下翻译软件也没有用 我们需要老师说话特别快 行 眼睛 我知道了 我知道 我想办法吧 杨鸣彪那边怎么样 够呛 盈盈呢 还撑得住吗 够呛 你说他们俩能好吗 够呛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独播剧场上 优独播剧场上 和优独播剧场上 我可是彻底地 犯行过此前 我以前我就觉得 就我不容易 因为你说我在外面 跑着那天多难 他每天陪着客户打球 晚上陪他喝酒 喝得跟傻子似的 挣俩钱 不就是为了 让他们过得开心快乐 买大别墅住这儿 请着阿姨 天天吃香的喝辣的 还跟我这叽叽百歪的 你说那时候我能高兴吗 这几天呆的我算是明白 我那算什么呀 这孩子刚给我送回那几天 还是一会儿回来 爸的国际学校 开个家长会全程英文 我一句也听不懂 那小的吧 这个作业每一道都得下 应用程序你才能给弄 吃早饭 俩人喝得都不一样 一个喝牛奶 一个要喝燕麦 你哪个弄不到 一口都不吃 我那天家里弄得是 批批片了的 真是 头疼死了我 我就在想 我这才几天呢 我们家庭庭这多少年了 都是这么过来的 你说那天我怎么突然间 跟他说那句话呢 我说你跟我喊什么呀你 我说我大房子给你住的 阿姨给你请的 学校还有老师管的孩子 我说你干嘛了你每天 你是不是闲着钱出病来了 跟我这 你这脑子坏了呀 你话够混蛋 说实话太混蛋了 哥 我得把他请回来 应该 给他道歉 必须 我现在就去 你陪我去 我陪你去干什么呀 自个儿去 你来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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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呀 这一晚上得多少钱呢 老婆 老婆 回家吧 不然 你知道这一晚上多少钱吗 这赶紧走这儿肯定很贵啊 潘德哥哥说那个地方可好了 潘德哥哥你说呀 那个地方嘛是我妈妈在小区业主群里发现的一个特别好的遛娃的地方 那里有草坪帐篷还能骑小马呢 小马我也要去 他们可以和爸爸妈妈带我们去吗 可是我妈妈怀了小弟弟不能出门 我叫我爸带着你不就玩了 也是啊 嗯 你闻生那个地方在哪儿啊 潇家卫 我们闺蜜说话的 你来臭什么乐呢 不是 你们说话我闻闻都不行 就不行 就是我们闺蜜私 私 私 私房话 对私房话你就不能听 马总有也是你们闻闻 凭什么他对我听 唐六哥哥是我男闺蜜 怎么的 看刘国宝你不是故意的排挤我 我就想要故意排挤你呀 叫你乱说话 后来李世民王忍无可忍 就发动了玄武门之变 周王哈你起开 为什么 这个地方以后就是我们那底盘的 你不是我们一拨的 我 不能来 这是读书井 是公共区 我为什么不能来 对啊 国宝 周王哈说的没错 读书井是大家公共的区域 不能霸占 对什么对 我们新来的 你就不能来 你怎么这么霸道 你有意见 我给你们高老师去 你去你去 佩佩佩 马子昊 刘国宝他们搞小团体是真的吗 他主要就是针对肖家瑞和周王哈 为什么呢 国宝说当时被诬陷的就是 他的爸爸和初一的爸爸 接着就是我的妈妈 当时起哄最凶的 就是肖家瑞和周王哈 国宝说就要针对他们俩人 爸爸 爸爸 你要跟我说什么事啊 爸爸问你啊 你是不是在班里边 拉帮结派搞小团队了 没有啊 我要没有证据 我能来找你谈话 就是我们玩的好了呀 老在一块儿玩 那你们为什么要针对肖家瑞周王哈呢 谁叫他们俩嘴臭的 他们之前也欺负过唐朵哥哥呀 这件事情是不是已经都过去了 唐朵哥哥都不计较了 你跟这瞎操什么心呢 在学校里小朋友最重要的是 互相要团结友爱啊 那他们这天欺负我和唐朵哥哥的时候 为什么你不乖 那他们不是我的孩子我没法管啊 那你就会管我的哦 对呀 因为你是我的孩子呀 我们家是不能有欺负人的小孩的 他们欺负我和唐朵哥哥就行 我真对他们就不想 那他们是不是已经道过歉了 那我也不原谅他们 那怎么这么倦呢 嗯 我警告你啊 不许在学校里欺负人 那我就不听你的 我告诉你刘朴宝啊 你现在就仗着你在学校里人缘好 你老这么欺负人 大家就会不喜欢你 到时候都不跟你玩 我看你怎么办 我就不跟瞎操家瑞周王哈做朋友 你怎么这么宁了你 你是不是找我打你呢 嗯 好 打疼了 啊 啊 走 走 老杨 我想吃酸辣粉 明天给您买 我现在就想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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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味啊 酸辣粉啊 你不是让我给你买酸辣粉吗 屋里怎么能吃酸辣粉呢 这味散都散不出去 这不你要吃的吗 我大半夜出去给你拿外卖 我吃什么吃 你拿出去 你快拿走快拿 我闻着味儿想吐 难闻死了 啊 啊 啊 我现在就想吃了 你快拿走 我去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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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拿走 我去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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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上哪儿去啊 啊 出去跟着聊事了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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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须得跟你说几句 又咋了啊 没完没了了呀 这可是嫁吵赢了 我把他给求回来了 这几天冲我说话去 直说话就好了 不让让都不说话 成袖成袖 不让我睡觉 你看把我给熬的 这刚好 我可别再吵了是吧 咱人大度了 我喊大度了老刘 我还怎么大度啊 我天天伺候着他 你现在怀着孕 你心里上你你你闹心 你身体上遭罪 我这心里头过不去了 你孕区交流症 我快熬成抑郁症了我 我还不充肚里的孩子 我这儿干吗呢我 充肚里的孩子啊 大度一点忍一忍 那我告诉你 我先有点讨厌 那肚子里的孩子 我不行 行 这话不能乱说啊 太刺激人了 不用胡说八道 大度了 行 你上哪儿去啊 我跟人约了谈事 你 你上车 我送你 不用你送我 你不上班 我不上班了 我送你 我再给你唠一会儿 唠心 嗯 我周五出个川啊 周日回来 嗯 你妈妈 你不要说我送你了 你爸你爸 我给我送你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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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这次出川呀 非常的重要 买不了 妈妈回来补给你好不好 我不要嘛 你哪有我的 妈妈送给你 两个生日礼物 嗯 嗯 不要 不怕不怕 妈妈要上班 上班很重要的 老爷陪你过生日 好吗 爸 我就要妈妈 妈妈不是给你讲道理了吗 你不能这么不懂事 知道吗 都就是 你看我每天过生日了 我爸妈出来给我礼物 他还能管我吗 去年那段海鲜自助大餐 喂狗了 马上帮我妈加油了吗 用不着你帮我 郭宝 嗯 你现在呢 已经长大了 你看马上就上二年级了 所以你不能这么任性 你要懂道理 知道吗 哼 妈妈是大骗子 哎 哎 刘国宝 刘国宝 嗯 我去喊他 别别别别 你看他现在都成了 什么样子了 我跟你说 这孩子呀 饿了自己就出来了 那可不一定 人家有的是没有事 吃饭赌不上你的嘴 行了 你别看了 知道心疼你闺女 就是对你给乖 郭宝 嗯 这个周六 是你的生日吧 嗯 你想要什么礼物啊 哎 郭宝 你怎么了 这周生日 你怎么还不开心啊 周六 是我生日 但是妈咪要出差 庆祝不了 那不能 先陪你过完生日 再出差吗 我说了呀 可是妈妈说我不懂事 其实 是怕忘记了 我复睡生日那年 妈妈妈带我 去了淫度水库入营 妈妈摸在一棵小树上 给我挂了一条七月带 希望我快快的长大 妈妈都跟我说好了 要等三年后 我切算上的时候 再去水库旁的山里 长得可小树 看看我和小树学长得快 然后一起去吃大餐 嗯 那都答应了 我还出差 唉 大人就是这样 说话都不会说 爸爸妈妈们都忙 要不就等明年的生日 你提前和他们说吧 明年的生日 那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唉